哈喽大家早上好 看一看 今天天气特别好 本来以为天会不好 阴天嘛 但是今天天气非常好 我们想开车去路易斯湖转一转 看看这就是营地 我们的小房车 然后看看这边 那边是一个像那个小木屋的那种 小宾馆 但现在好像都没开 我不知道不太清楚 老卡 收拾东西呢 老卡 走了 然后看看这边 他们这个营地 这个小房车都是靠着路边 顺着路边停的 就这个样子的 好天好天 太好了这天 又说 走了 你看它都是营地 哈哈 看看清晨的落基山脉 哎哥就停一下 停一下停一下 看看落基山脉多漂亮 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好 真的是哪是阴天呢 好美的 空气清新 没有人 营地也没有多少人 这里边只有我和老卡 这里边只有我和老卡 这是tunnel mountain 宫河宫园 这是一个小trail啊 还是一个观景台啊 就这一段就回去了 那底下不就是河吗 哇 真美 这啥天啊 从来不大意外的 就你 那这鱼抱的不好啊 咱俩晚上可以来走走 可以啊 我们现在开车去路易斯湖 距拜夫小镇是50多公里 58公里 这个季节出来其实也挺好的 人少 你又说好了 不是 我都不好意思 我不是那意思 就是说现在 不是说这个季节好 是因为因为疫情太严重了吗 昨天阿尔伯塔省 就我们这个手 1800多确诊 多吓人呢 黎明天的黑啊 黎明天的黑啊 我都有点 其实我以前嘛 嘴上天天说呀 注意呀 但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恐惧感 最近我感觉挺恐怖的 就是你啥时候都挺有点恐惧 我以前只是嘴上说 但是我总觉得 你看1%的人才确诊 那现在都10%了将近 那就是10个人从你身边经过 就有一个确诊的 那以前是100个人 所以你没有那么严重 现在你这太多了 而且就是印度这个病种 传播的特别快 但是现在印度一天都传染 确诊30万 我们回去准备打疫苗了 刚才小卡跟我们说 西边的Costco 就是可以预约打疫苗 好多的药房都可以打了 然后就是你不预约的也行 有的药房接受那个排队打疫苗